因為你想看,所以我找了出來。 如有想看的內容或球員,記得留言給我呀。 今天來看一場超凡灌籃高手局的比賽吧。 主播隊只用上了進階流川單核進攻,而且對手是Wink戰隊。 原本想是一場精彩的比賽,但池上完美克制五代,令這場比賽變成一面倒。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,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,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資訊。 赤木嘗試避開流川防止被晃倒,沒站在籃框下,流川就用一段扣籃攻入了。 池上趕去走近流川身邊,一是想拖慢防守球員, 二是想就算流川被封下來,也可以拿到地板球。 進階流川單核打法,是每次流川持球,隊友也會幫忙擋拆,幫流川製造出手空間。 五代進攻必須用突破,這會給持上很多用大招的機會。 五代進攻必須用突破,這會給持上很多用大招的機會。 流川向右突破,接轉身直突,突破後的位置剛剛在擋拆中的櫻木附近,減少被撞停的風險。 又抄下一球了。 福田被晃倒,池上一直用身體擋著五代,流川空位了。 向左三突接後撤,再接拜佛,可以移動到右上方的位置。 向左三突接後撤,再接拜佛,可以移動到右上方的位置。 池上把握福田用瞬間突破,有一次用大招得手了。 ove bonding 合水 還有均勻 。 福田和武代一左一右手,流川就用突破接轉身直突,二段扣籃得手了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想用大招晃到流川,池上把握機會用大招,又抄到球了。 五代想在開球換防前出手,可惜持上一個滑步,又是嚴重干擾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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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